好 另外上周我们已经报导过 这个台湾跟美国的军事交流 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紧密了 那除了上周我们提到的特战合作组 现在今天还传出来 就是明年要交货的这些新型的 就是新型的战车 现在也让我们台湾 会跟美国来租这个军事基地里面的 一个office来当做办公室 那我们就带您来看看 就是有关于台美的这个军事交流 除了我们最近常常被带到的 就是这个特战合作组 包括说上是台美的这个双方 专家的交流 随队见习等等都可以看到 就是台美的这个军事交流之外 就是今天传出说 现在美方要军售 108辆的这个新型战车 会在明年来交货 那么我方就会来租用 这个美军基地的办公室 当做这个联络处 而且还会定期的派员赴美来受训 比赛涂装的M1A2战车 不只破坏力强 车内的光瞄设备一应俱全 操作人员不用探头 就能轻易兼敌 这辆由美军研发的M1A2号称 地表最强坦克 三年前台湾已透过锐捷专案 向美方采购108辆 命名上还加上象征台湾的T 也就是M1A2T首批18辆将在明年抵台 但在接装之前 传出国军将派遣官兵到美国接受 换装训练连驻美基地办公室都借好了 耗资超过一百四十四万元 向美军租借的联络办公室 执行时间从今年十月二十五号起 到一百一十四年三月十五日 双边军事互动俨然升级 而总统参议委员日前接受外媒访问时的 这番话更确立台美两军合作默契 同时陆微专案中的驻台美军特战小组 也将从短期轮训改为常驻台湾 而台美军事合作一改过去的保密到家 在两岸局势升温的情况下 也逐渐台面化 华视新闻叶峰与张俊华